一些中国大陆的那几次的一个灾难 我们知道有一本书是您写的这个黄河水长流 这本书是您曾经去中国大陆旅游 那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世界的局势又跟以前是不太一样的 那整个的局势的变迁 以前您去接触的那些人 现在也许都成为故人了 关于这个部分 其实您对中国大陆的这种关怀跟这个情感上面 又是一个怎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我们从小读书的时候 就有写到整个中国的历史 是 那在整个奄言上讲起来 台湾本身来讲起来 在国家主义里面 台湾跟中国本身来讲是分不开的 就是以台湾的神来讲 哪一尊神不是从中国大陆来的 真的 像天上圣母 哪一个神跟大陆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在整个国家主义上讲起来 那时候我们读的中国的历史 写的是中国的地理 对 我们向往的就是想说 到中国大陆去看一看 那个我们去看一看 它的这个中国的地理 中国的历史 我那时候是抱着这个心情去中国大陆的 所以写下了这个黄河水长流 这一本书 所以您看它现在这样子的一个世界的这种变迁 现在整个中国呢 也不断的在这个进步兴起 那未来您看整个样的世界的局势 这个中国大陆它的这种 是不是您去看风水的时候 可以看出来 整个我们这样子的相关的一些命运 是什么样可能有什么样的一个趋势 我在书上所写的 我也认为 我以前所看到的中国 跟现在的中国 当然是不一样 但事实上我已经看出 中国未来走的路子 它会渐渐的 这个超越很多的国家 未来的世纪 是等于是整个中国的世纪 其实我在黄河水长流里面 已经写得很清楚 就是说 你站在台湾的土地也好 站在中国的土地也好 以国家主义来讲 应该不分彼此 它将来的龙胜 会超过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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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在太延的时候 也有发表了一个言论 在太延市 那时候 所有的这些 这个 他们请我 这个演讲 我也讲 我把这个整个集市都讲出来 事实上 未来的走势 这个中土一带的这个 这个国家 将来都会非常的荣盛 那我们的密教 是不是也在那时候 会更好 会尊佛密法 会更大兴呢 师生可不可以预言 应该是 没有问题的 事实上 我们征佛中的地质 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 我还没有在中国大陆宏过法 但是中国大陆已经 普传了征佛密法 而且呢 我们知道 在这个 师尊有提过 我们是 一般人是 比较没有去过的 就是在敦煌的那个 有个石窟 里头有莲花童子的像 那个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真正有这样的古迹在那里 是的 那个 敦煌里面 他有各色的莲花童子 本来是三一四窟 三一四 三一四窟里面有 事实上去看过的人 他整个敦煌的石窟里面 是 不只是三一四窟 很多的窟里面 都有莲花童子 而且都有名号 都有名号 那将来我们可以出一本书 就是莲花童子的这个 这个书 这个莲花童子本身来讲 在唱诵里面也有 各色的莲花童子 在唱诵 课诵本里面也有 是 不只是中国的敦煌石窟里面有 是世界各地 如果现在呢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 假如你看到了哪一尊的佛像 跟莲花童子是一模一样的 赶快给我们 我们可以列入那个古迹 对不对 所以这个代表 师尊的这样子 其实 他的来历呢 已经是 很多很多事了 在我们人间这样子的关怀 所以莲花童子 虽然只是一个名称 但是象征着这样子的一个佛法的 这样子的粘延下来呢 这个石窟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据 所以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们谈到了 刚刚讲到这样 我们就很有力气了 知道说以后呢 我们这个东方呢 我们都会很强盛的 但是最近呢 世界经济好像又不是那么景气 这个问题也是大家非常关心